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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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若是让百姓知道 只怕届时朝堂动荡 明心不安呢 老爷 不可以 老爷 这里不能进 乖 别动啊 你松手 对不起老爷 我轻点 老爷求您了 别这样 你别拦着我呀 我要找我老公 陛下 莫非是老爷知晓了您的身份 快 更衣 见过夫人 相公 你怎么来了 怎么不去休息啊 那就是我老婆 身材这么哇塞 原主和她至今都没有同房 真是暴殿天雾啊 我说话 那老陈她睡一晚 死也知了 相公 你在看什么 美女 我想不二十 对了娘 你是不是复活 你的金子再加上我的脑子 咱们何仇不能一统天下 所以我建议 咱们起病造反 敢问相公 这大周天子为何不配为王啊 配个屁 这大周天子啊 虽说是外遇强敌内府平民 于八国乱世时中 获得周国百姓安居乐业 但他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 这孙子中文青武 又不注意国共建设 这才导致了周国 后来成为了众矢之地 我认为啊 一个国家 只有武力强大 才能真正做到 安居乐业 这个周国 也才能真正做到 繁荣昌盛 所以啊 咱们得掌权 把命运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居然说得很有道 到时候啊 咱俩再生他个 十个八个大胖小子 继承家业 然后我就后宫家里三千 齐钱上去 嘿嘿嘿 嘿嘿 相公心气还没好 就想着纳气啊你 娘子我错了 你别生气嘛 我还是想拿钱 肯定得你先点头 同意才行啊 我觉得当我之急 咱们还是得要先起兵造反 娘子 这狗皇上必须得死 但到时候咱们造反成功了 你就负责做女帝 执掌天下大权 我就负责 只要我每个心 那就拿到脆身来 哎呀我的妈 娘子 相公 刚刚说小纳气啊 那这样吧 我把你淹了吧 一了百了 如何呀 我觉得不妥啊 娘子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只要你不同意 我这辈子不纳钱 很好 既然相公想造反 那我一定支持 雪儿 明日就给相公 五万两黄金 是 五万两黄金 我这媳妇 果然是个富婆呀 我再给你五千人 还有东海的一百亩地 随你发落 好我娘子 如此大业可成啊 老爷 夫人现在有要事要处理 需要立刻出去一趟 我 相公 真是对不起 我也想在家陪你 但是我有事 就先走了 跟我走 夫人 主书的鸭子又废了 樱花伯三公主 此次前来我大州 所谓何事啊 我此番茄 是让你周国 把东海三城 割让给我樱花 另外嘛 在必要之时 出兵帮我守护 东海三城 我大州国国土 你要让朕拱手相让 还要让朕帮你守 没错 你 你们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我告诉你 我这不是在商量 而是通知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要么 乖乖给我做开门狗 要么 王国 一个字 老爷 夫人安排的人和地 皮都已经到位了 现在当如何安排 来 去把这个交给干活的劳工 他们看了遍了 三日之内 让他们务必按照这个 给我造成 这些是什么呀 那自然是老爷 我的大宝贝 大宝贝 什么大宝贝呀 走 咱们进入 好好看 老爷 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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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都穿越到了古代 那不如去逛个干 勾兰听曲 也体验一下生活的不同 哎哟 可光 重新一生呢 您是同意回来吧 对对对 别说 别说 罗上千 罗上千 我们站里的中央 那可是群奇 书会样样精通呀 好 跳得好 真宰呀 好 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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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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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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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 你家主子 可有十足把握 公主 放心 我家主子一定会全力的 势必将其闹手当中 很好 你回去告诉我了 只要是这 等我樱花果拿下大咒 我便可助他平步清理 保他做赏王位 要我说还得是人家舞蹈上 是子日 什么人 什么人 我 我 我呀 刚刚我们所说的话 你可听到了 说啥 不是 你俩在这儿想嘴咕什么呢 还有 你这种眼神看着我什么意思 小子 赶紧快看 我 我这暴脾气可就上来了 这是你家 梁剑如给你的勇气这么跟我说话 我跟你说 这里可是公共场合 我想去哪就去哪 你管得着吗 这年轻人 公子雅兴 我们互不打扰 告辞 等一下 干什么 救你了 什么 什么什么 当然是想和你喝点小酒 做点爱做的事 你把我打扰什么人 把死 算命大人 这古代女人都这么难搞的吗 欺人太神了 真当我大周国天下无人了吗 传令下去 全军备斩 三日后 朕欲驾清章 陛下 三思 樱花国铁骑假天下 如若我们这次出兵 最多是财圣 其余八国 一定会趁虚而入 趁机瓜在我周国土地 得不偿失啊 那你要朕怎么办 真的要让朕 将东海三城拱上相让吗 臣以为 我们线下最重要的 便是养精蓄锐 不如 写听那三公主的 割地求和 可谓是上策呀 你们 你们 臣请陛下三思 等着吧 以后大周便是我的天下 滚 滚 陛下 有没有发现老爷有些不一样了 参见夫人 参见夫人 相国人呢 夫人 老爷说 他在家里太无聊了 所以出去逛逛 让你们看着老爷 你们就是这样看着的 翅膀硬了 连真的话都不听了吗 陛下饶命 我必知错了 陛下也不敢了 要是让老爷知晓了陛下的身份 你们两个人头不保 你 哎呀 还跪着疼我呢 来来来 起来 哈哈哈 你猜我今天终于知道了什么 坏了 难道他知道了我的身份 相公 你知道什么了 我今天终于知道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是什么意思 娘子 你快想死我 去哪了 哦 我去了那个叫什么 一年一度的舞蹈 花满楼 雪儿 你知道那儿 那是什么地方 灰夫人 花满楼乃风花雪月之地 啊 那去你就给我去外面玩是不是 娘子你误会了 我什么也没做啊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检查一下我 尝尝咸淡啊 看看有没有别的味道 娘子我的温人你是知道的 我是特别的鲜身自豪 我真的就准时欣赏了一下舞蹈 然后就回来了 你最好吃 不得不说啊 几日不见 娘子是愈发的票 少油醉花雪 嗯 娘子都还没闯过怎么就知道 油醉花雪了 你 哎我错了 咱们说正事 我正要找你 今天啊 我准备让你们讲 你瞧瞧 我的大杀器 大杀器 什么呀 请看 相公 这是什么 此物名为导弹 只需我轻轻按下手里这个按钮 导弹就会发射升空 三百里内 任意位置都能到的可谓是最苦拉朽啊 方圆石里真的那是寸草不生啊 就这么一个铁哥的真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不信是吧 娘子 你现在就把那狗皇帝的皇宫位置告诉我 你看我马上就把它移为平地 相公你没事 你不信我也站着 我现在就让你看看我的大宝贝 看着没有 我 碧 夫人 老爷的这个武器 太可怕了吧 新客家 恐怕能毁灭千秋万马 咱们要是有了这个东西 相公 这个铁哥的你还有多少 不多 你就一千多枚而已 你现在把那狗皇帝的皇宫位置告诉我 我分分钟让他移为平地 一千多美 老爷 你这怕不是要把皇宫移为平地 你是要把整个周国移为平地吧 相公 太厉害了 你好棒啊 真的太棒了 太棒了 这不算棒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看棒 咱们回屋里去 臭流氓 夫人 你脸怎么红了 你要是再敢口误遮拦 我就给他废了 我错了 你逃不出我手掌心的 陛下 要不咱们还是先搬出皇宫吧 因为见识了老爷的武器后 我总感觉皇宫里面很危险 你去通知青莲和红英 让他们务必要贴身盯着项目 不能让相公知道皇宫的位置 另外你再去找人制作一张假的地图 把战场交战的位置 标记成皇宫再交给相公 好 我这就去落实 陛下 迎欢我公主求见 三日之期还没有到 她就这么心急吗 迎欢我公主说 他们改变主意了 觉得东海三城太少了 想要东海十八城 好大的胃口 让他们在正殿等着 朕马上就来 是 东海十八城 相当于我大洲三分之一的国土 你们樱花国的胃口还真是大 我大樱花国 胃口相来比较好 就算是你整个中国 我们樱花国一样执行 不过嘛 我们公主仁慈 你要是愿意归死 求我们公主殿下 我们倒是可以按照之前的约定 与请你们东海三城 放肆 放肆 我大洲天子 需要对你们樱花国公主跪拜的道理 你们大洲天子 在我们樱花国面前 屁都不算 你一个师父 有你收到的份吗 你 雪儿 退去 看看 你们大洲天子在我樱花国面前 也不过如此 这就是差点 你 在大洲 这 你们有什么资格教训 难道你就不怕樱花国天气 要战便战 朕要看 是你们樱花国的铁记里 还是我大洲国的东方 更胜一筹 好 三日之后 你大洲 就等着石横遍业吧 哼 这蠢货 居然真的上当 报 陛下 樱花国的百万大群 一群鸡鞋在东海城外 一个时辰内将会攻打主城啊 陛下 东海城内只有我军三万将士 现在各地休门还不算太晚 为了大洲的百姓 请陛下早做决断 请陛下早做决断 通知东海将 放置城防 后退白 这 这是命令 是 陛下 这是新绘制的地图 随着出宫 相公 相公 娘子你来了 皇宫的位置找到了 这个就是地图 真的想办 真的 相公 位置给你了 发射导弹吧 不对啊 娘子你看啊 这东海一带就是偏僻力 而且又在樱花国的边境 这皇国怎么会进在这种地方 我 啊 一定是娘子你搞错了 没关系 我亲自出去 打探一下虚实 夫人 时间马上大了 要是错过时机 让樱花国入境的话 大洲就灭亡了呀 我走了 相公 不就发射一枚导弹吗 你就先发射 如果位置错的话 我重新去找 哎呀 我这啥老婆啊 你以为我导弹是银花 说话就放啊 这个一枚导弹发射 那人收的可都是真金白银 上次发射的导弹 是为了给你们 证实一下我的实力 既然你现在相信 那咱们就得节省 不能乱发导弹 啊 来 我也该展示一下 我的实力 这个是五百万的白银 五百 告发你一枚导弹了吗 白银娘们 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 我跟你说 咱们以后起兵造反 有的是需要花钱的地儿 咱可得节省这点 相公 只要你发射 我就答应跟你同房 我 你不是想纳钱吗 你想纳多少就纳多少 我想纳多少就纳多少 此话当真 没错 好 咱们先同房 你先射 先睡后射呗 那我反悔了 行行行 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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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好了娘子 我射吧 你是不是该履行 你的承诺 跟我同房 相公 心急吃不了 热豆腐吗 那豆腐太热 你帮我吹吹不就行了吗 你就让那个导弹 再飞一会儿 等战报来 陛下居然有 这么女人的一面 好娘子 是谁啊 没谁 不是 回陛下 起来 情况如何 樱花锅派出了十万大族 而我们没有飞一军一组 这十万大军就全部当成佛 纷尸碎国 太好了 像个女人那样是吧 这钱花得真值 陛下 樱花国的三公主 还在皇宫等着你的 让她等着吧 退下 是 莫非我娘子不是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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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她是官二代 朝廷里边也有人 我跟你说 你没事 可得多提醒那我娘子 我这个人呢 要求很高的 纳欠 必须得是前途后效 挨死心打不乐 就你这样的就挺好 老爷 你又不正经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老爷不正经的时候 你还没见过 要不要欠识一下 老爷 你 青年后英 你们俩也很不错呀 正如蜜桃成熟时 老爷我的医术 正好也略动一二 来 让老爷我 为你们俩 检查一下身体啊 这就开始 吵戏我的侍女了 我还在这儿呢 骨子还不吃莫边草呢 你敢对我的侍女下手 我兔子不吃莫边草 下一句不就是 莫边欧草 何必 马上跑吗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走 不对娘子 你刚才说 跟我一起睡 是不是真的 你不是谁 只要我们大局押击 周王就等同一个人 怎么突然就冒出了个 铁哥的大杀器 我也不知道 周王也从未跟我说过 我周国有此大杀器啊 如今我们樱花国 可为是损失残重 公主 此等大杀器 道价定人不菲啊 如今周国不空虚 那周王肯定是强弩之末呀 有句古话 你可听过啊 什么 叫 多一支领党 多一分响 多一束蜡烛 多一顿光 天不得 就是叫你们八国联合起来 唯欧周国 唯欧 怎么样 那什么公主 你们樱花国还打吗 周国 明明有那铁哥的大杀器 却一直藏着掖掌 你就是故意让我们樱花国十万优势搜上门 炒开我们樱花国是吧 昭和公主 这可不是什么铁哥的 这是我周国发明的导弹 有此物在 就算你樱花国与举国之力来犯 我周国也可以在谈笑之间 让你樱花国贵妃湮灭 我不管它是鸡蛋还是导弹 你周国 必须要赔偿我樱花国 而且 作为诚意 你这导弹 就是拿出来给我们八国共享 哎呀 我说樱花国三公主 你是被打糊涂了吧 这颗导弹 是我国法 威力俊 一颗导弹可以杀你十万 我凭什么给 再说了 你樱花国是战败 用什么态度跟这说话 就凭我今天代表 不仅仅是樱花 还有其余七国 今天要么 共享导弹 要么 我们八国联军 共同讨罚你周国 我一枚导弹 便可灭你樱花国十万 就算八国联军要如何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导弹威力虽大 但造家 肯定不菲 你周国 当真有那国力 能制造出 灭掉我们八国的导弹吗 不 陛下 不好了 其余七国 派大军入境了 未必 这是要逼死我大洲吗 陛下 以我大洲现在的国力 还不足以与八国联军看好 不如陛下 便交出那铁鸽蛋 与其他国共享 免得我大洲百姓 遭遇生灵涂炭呀 为我大洲百姓生灵 请陛下三思 我大洲臣子 何时变得如此贪生怕死 陛下 小不忍赐乱大 难道我父亲身为太父 没有交过陛下 什么是取舍之道吧 上官祸 你再用太父来压战 你想造反吗 陛下 臣内心一片之诚 日月可见 所说的一切 皆为大洲的设计着想 陛下明鉴 陛下 要不我们还是去找老爷吧 说不定 还有什么报警之法 别客出宫 哎 老爷 这是什么呀 嗯 你看这个啊 这招叫做 长驱直入 再看这个 这招可绝了 这招叫做 闭门造成 哎 老爷 但是我觉得啊 最绝的还得是这招 这招叫做 蜻蜓点水 老爷 你怎么让人家看这个 哎呀 大家都 哎呀 坐呀 怎么都站起来了 一群小木之诚 一个个话 一缩 无归一般 如此内由外患 这家伙居然在这里 勾搭我的是你 真是毫不忧心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我传授他俩学士武功的 我看看 这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啊 娘子你突然来 是不是要告诉我好消息的 是不是那狗狂的意思了 是不是咱们造反成功了 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动法 你 不知者无罪 算了 不跟你计较 周王外出避暑了 躲过一截 什么 这狗黄帝命还挺大 大 不过没关系 老子再送他几枚导弹 相哥 不用了 周王现在已经躲起来了 你再发射导弹也没有用啊 这样 咱们既然都已经打扫惊蛇了 那么再想打扯到这狗狂帝的位置可就难了 其实啊 现在是有这样的问题 八国已经见识到这导弹的厉害 现在大军逼近 他们想要把导弹让我们贡献出来 那既然他们想要 那就给他们呗 啊 那怎么能行呢 像导弹这样的大杀器 如果给他们 他们用导弹对付我们怎么办 这导弹是老子呢 老子让他什么时候报 老子让他什么时候飞哪里 那都是老子自己说了算 咱们未来啊 可是要弄法八国 那不如趁此机会 让他们八国先留点血 让他们自己先打起来 为我们以后打天下做准备 相公 你是不是又要什么妙计啊 娘子 如果你能把八国使者 都给我约 让我单独会见他们的话 那我就能让他们留点血 并互相残杀 但如果 约他们出来 就点啊 这个 我是傅商 家里有个舅舅呢 在朝围观 给他点钱 请他给我们帮帮忙呗 如此甚好啊娘子 你可真是我一块宝啊 来相公 相公 别着急 我先去安排 来 你等会儿 咱俩之前说好的 同房和纳妾 相公 只要你能让他们 互相打起来 我就把雪儿 送给你当小妾 至于咱们同房的事情 再让我准备准备呗 好 雪儿 那你可要洗干净了 请无得我 老爷 你不会还想用导弹 挑起八国之间的矛盾吧 你那导弹虽然厉害 但也只怕是鞭长莫及 射不了那么远 来 到时候你就知道 到底是你深不可测 还是我鞭长莫及 老爷 你流氓 雪儿 你去通知八国的人 让他们安排 与老爷见面 就说我们可以给他们导弹 但是 不能让其他国家知道 陛下 你让老爷和他们见面 难道就不怕 暴露你的身份吗 那你就提前通知八国的人 就说 如果我公开送导弹的话 无法给我的子女交代 所以我们是私下相送 见到我的时候 不要叫我周王就好了 好 老爷 你这么兴识淡淡 是有其他的计策了吗 天机 不可泄露 有琢磨这个的时间啊 你不如好好研究一下 昆虚 奴家全听老爷的 我们刚才聊的都是理论 走 今天咱俩进屋 好好实操一下 老爷 你做什么呀 红莺是不是也想学习一下 不行老爷 奴家 今日身子不适 那可太客气了 有此等宝贵的机会 一定得抓紧时间多学习 不过没关系 日后 老爷给你补回来 走 现在咱们进屋 闭门造个车 啊 造什么车 行行行 等会你就知道了 走 造车 这么大动静呢吗 我只给你们一个国家五枚导弹 一定不能告诉别人 放心 你放心 听好了 我只给你们 怎么是他 千万没出见过我 不然让夫人知道 我在花马楼勾搭别的小姑娘 废了我不可 是他 居然还跟大舟皇帝有关系 你 你好 初次见面 请楼关照 故意装作不认识我 难道他也有秘密 你好 按照约定 我已经给你们国家五枚导弹 但是 不可以告诉其他国家 才五枚 不行 我要 十枚 你不要太过分 过分 你可曾想过 要是其余七国也找你们要导弹的话 你要付出的 可这不止十枚导弹了 我说你 这 我 我觉得一华国公主 言之有理啊 十枚就十枚嘛 走吧 跟我胎导弹去 看来这个男人确实不简单 去看看 你 你这是 是现在花门楼的时候不是挺厉害吗 怎么 现在跑 别闹了 让他们知道咱俩的关系 我可就死定了 这 导弹 真的是你制造的 不要 怎么 这样 只要你把制造导弹的方法告诉我 我就不告诉他们 而且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真的想要什么 都可以吗 原来是个好色之徒 那就更简单了 只要你把制造导弹的方法告诉我 我就 给你 这英华国的娘们就是死 真为了导弹能主动送上门 告诉你们制造导弹的方法 这不限制 不过嘛 我可以考虑多送你几个 真的 你想要多少啊 二十枚 不 五十枚 这么多啊 你很贪心吧 不过呢 想要五十枚捣弹 这一点点的天头可不够啊 虚马匪日 大大的天头 只要你给我五十枚捣弹 你想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妈是谁的看得住 现在可是排铁 人多眼砸 不如这样 你晚上再来 怎么样 聪明 好好好 这就对了吗 周王 这若果 就得有若果的觉悟 周王 不是 你等会儿 别走 娘子 怎么回事 我刚刚好像听到他叫你 周王 有 有吗 不是的 相公 你看 咱们不是要造反吗 那造反 就一定要有造反的态度 咱们得先称王啊 对不对 对对对 咱们得 你看 以前一直得不到各国的认可 但是今天呢 咱们又给他们送了五颗导弹 我想 这樱花国的三公主 肯定是认可我了 所以才叫了我周王 对 原来如此 对呀 老爷 现在导弹都送出去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你们两个呀 就先回去 做到晚上 烟花盛宴 香脸 你这是怎么了 都是老爷的错 今天啊 你先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 老爷再叫你别的军事武功 别别别 老爷我不行了 你让红衣上吧 怎么 红衣也想去的 不是我们凯日吧 难道是樱花国的那个公主来了 那今天老爷就不教你们新的武功了啊 落下了功课 老爷明日再帮你们补回来 你们先去休息吧 走吧 出来吧 我大大的舔头 秦阳君 不知你准备的如何 这玄月当空 我何不禀出 这也畅谈一番 哦 怎么个兵法呀 我只是自恋子 难道公主想歪了 是我想歪了吗 我早这么强势吗 做你想做的吧 这可是你说的 为什么帮我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哥哥可是你自己说的 那我自然是做我喜欢做的事了 我也没别的爱好 就这点习惯 你认识呗 一会就好了 然后我送你五十倍等待 不要 大舔不是说好了 要一起灭了中国 怎么突然就撤兵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 你们都不想了中国的导弹了 我觉得吧 咱们这种好取强夺的手段 多少让人有些不耻 实出无名啊 不错 而且打输了的话 也会损失惨症 很不划算 难道 你们私底下都收了中国的导弹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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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没有 什么情况 不好了 诸位 樱花国对着赵国发射了十枚导弹 赵国对着燕国发射了五枚导弹 这燕国对秦国又发射了五枚导弹 结果这秦国又对着樱花国发射了五枚导弹了 我发射导弹 你居然对我发射导弹 你别对着我 你别对着我 陛下 雪儿 情况如何 老爷大财啊 不但不费一兵一卒 就将七国击退 还让他们元气大伤 甚至七国自己之间都互相打起来了 这次中国解围 老爷不不可没 怎么了陛下 你怎么看上去心事重重的 朕在想 帝星之事 莫不是 陛下觉得帝星 是老爷 如果真的是他 他要是知道了朕的身份 朕就一定要杀了他 不过还好 朕只要藏好 就不会发生这些 雪儿 我们去找相公 走 到时候你都知道了 到底是你什么可测 还是我 我贬长莫及 陛下 要不我 还是不去了吧 老爷的癖好 有点奇怪 雪儿 朕知道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戒身自号 至今还是完毕之身 可是老爷的能力 你是看到的 精灵岂是吃中物 我是看在咱们姐妹的情分上 才让你去给她当小妾的 要是别人 她根本都没有这个资格 多谢陛下 没有人的时候 就以姐妹相称 咱们姐妹之间 不需要那些繁文入截 姐姐但妹妹不饱 妹妹又怎么会让姐姐失望呢 老爷不就是有点特殊癖好吗 我豁出去了 参见夫人 幸连妹妹 你看上去好像是受伤了 要不我送你去看大夫 没事的夫人 我就是崴脚了 说好这哥哥 我不都妹妹全资的 结果倒好 累死我了 夫人哪 你可算是来了 为了咱们的大爷 我可谓是日夜操劳啊 把我这老妖的给累坏了 你这老妖怎么累坏的 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其实吧 我必见过夫人 你来的这么做 娘子 不信你问问红英 我这几日除了造武器之外 一直就是帮他们学习 给他们补课 累坏了我 我什么课啊 我也想天天 娘子 你看这天挺热的啊 你这小脸蛋啊 你让太阳晒黑了不好 咱不进屋 想他 行了 你心里想什么都写脸上了 别狡辩了 你让八国自乱阵脚功不可没 我答应给你纳妾的事情 我来兑现承诺 我把雪儿带来了 雪儿 古代就是好啊 男人三七四七就算了 媳妇还主动帮着纳妾 还等什么呢 你们两个 带雪儿洗干净后 去我屋里等我 走吧 夫人 我们造反的事业呢 还有我们两个 绕头发啊 相公 咱们现在在造反呢 经费有限 这给你纳妾的婚礼啊 就不办了 不办了 所以我把雪儿带过来 陪你一晚 明天我就把她带走 至于咱俩同房的事情 我真的没有准备好 就一晚 就一晚那我熊风 岂不是很难你再见了 我昨日呢 可是 昨日什么 昨日 相公 你什么时候才可以研制出 能直接攻击他们的大宝贝 我想看 啊 夫人的意思是 直打黄龙 夫人的意思是 直打黄龙 相公 当真有这样的本领 口说无凭啊 我知道夫人多相信 不如回屋 等也给你看 哎呀 讨厌 相公 说正经的呢 自然挑拨了一些成功 让八国自乱阵架 但是等到他们回屋神来 他们肯定会变本加厉的 对待我们周国 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人家好怕胖嘛 宝贝你就放心吧 他们八国要是能和周王 打到两败俱伤 到时候欲望相争 渔翁得利 咱们直接坐下 集成就行 可是 咱们迟早要一统天下呀 到时候直面八国 这些事情得提前准备 夫人不要心急 咱们改日如何 改日 如今战事迫在眉睫 你还改日 讨厌 夫人放心 过几日 我会研制出一批战斗机 有了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直接 从天上飞过去 攻打他们 扫平八国 旨日可待 从天上飞过去 那是什么东西 那可谓是 乌鸦坐飞机 叽叽覆叽 夫人你就放心吧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相公可千万不要停下来 加快速度 我的速度绝对超乎你想象 只要你体验过一次 你就欲罢不得 不然我带你体验一次 速度 欲积 相公 只要你好好干 我会给你更多的惊喜哦 哎 不要心急嘛 来日方长 我知道你的CPU 啊不PoA我 但我没有证据 我很欣赏你 相公 只要你赶紧揍出 那个什么天上飞的 乌鸡 你不是想拿欠吗 只要你身体扛得住 你想那多少都可以 怎么样 听上去很有诱惑力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 你对我的诱惑力更大 我现在也是只能勉强 填饱肚子 但夫人你就不同意 你可以做我的 长期口粮 不过话说回来啊 现在不是那切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 咱没钱啊 什么 这就没钱了 什么 这就没钱了 这才过了多长时间 我记得我这前前后后 给了你五百万两黄金 五百万两白银啊 这些可相当于 一个国家国库 十年的累积 你才过了多长时间 怎么就 我的意思是 你没钱了 你可以去抢中国国库啊 你是不是傻啊 你 抢 我自己抢我自己 还可以抢那些贪官物理 抢完不够 咱们就可以去抢那些 其余八国的皇宫 谁不敢签 咱们就盖死 还可以这样 相公果然聪明 相公 你就在这里 好好研发武器 钱的事情交给我 我这就去想 夫人 你真的太凶 你不想要出去 挣钱给我花 你还要养活 这么一大家子 我真的太感动了 不如咱们进屋去 我帮你好好 按摩按摩 放层放层 相公 你怎么就想着 把我往屋里带啊 相公不会觉得 进了屋子之后 你就能掌握主动权了吧 不然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可能 是我掌握主动权呢 至于怎么样 那就要看相公的表现了 女人 你让我越来越上瘾了 老爷 雪儿已经沐浴完毕 现在送进房间吗 立刻 马上 这周国的皇帝 就是个屯匪 他让我们八国三日内 分别拿出五百万黄金 谁要是不给钱 他就就死下没空放炮 周和公主 你倒是说话呀 当初就是你忽悠我们 跟你一起去打周国的 现在好了 不仅损失惨重 还要赔钱 谁 我有一计 不光周也不用赔钱 周国 也不敢打你 你是何人 竟敢置身闯进来 听了我们的密谋 我看你是可以死了 我可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你们敢杀了我 就要永远被周国欺辱 永远欺在脚下 你 你拿什么让我们信服 他是周国的人 不过 站在我们这边 非我族人 其心可疑 宁可杀错 也不要冒钱 周国的武器杀伤力巨大 这是优点 也是他致命的缺点 杀伤力大 他就注定不敢在周国本土释放 只要你们派死士 陷入周国 他们就束手无策了 我只想捞点好处 我不 我不想死我 他说的没错 我记忆 我们各派出一千名死士 趁着烟色 陷入周国 先给周国一点烟色强强 只要大周皇帝敢出手 就让我们的死士 答应了 周国帝都 如此一来 周国投出忌器 要想对我们动手 也得考虑清楚后果 甚至 我们的士兵如果业绝好的话 可以直接杀了他我 没错 到时候 我来送先锋 我们里营外合 一举除掉周王 只要你帮我除掉周王 少不了你的好处 而且 我们可以扶你 做皇帝 太好了 我的出头之日终有了 如今八国联军 全部站在我这里 还有谁能等你 诸位放心 我一定全力以赴 一举帮诸位 除掉周国 不过嘛 还有一个人 我要亲自处理 向樱花公主 敬天 昭和公主 此次前来 是准备好赔偿款了吗 你可真是一想前开 你觉得 你能威胁得了我吗 还真是好了 伤疤忘了疼啊 那朕只能拿地樱花国 掀开刀了 周王 你可得想清楚 只要你敢对我们八国之中的任意一国动手 我们就让八国的死事 搅乱地独 你们还真是不要引到了极致 难道你就不怕 朕清理掉这些死事之后 第一个 这灭你樱花国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导弹射程不够 不然 你想着对我们樱花国动手了 何必得到惊喜 你 你可以派中兵公当我樱花国 不过现在元气大伤 虽然抵挡不了你周国的贴旗 但是你觉得 其余七国会袖手旁观吗 朕迟早灭了你们八国 到时候 是你灭了我们八国 还是我们八国灭了你周国 都还是编 这一定要灭了你们 陛下 冷静啊 八国派死是扰乱了大周 定是因为陛下 提出的赔偿金额过于巨大 八国所以才联合起来反抗 不如 陛下收回证明 与八国何谈 这样 我大周的百姓 才不至于受到牵连啊 是啊陛下 八国的一些死事 在帝都作乱 不少百姓都遭殃了 当我自己是安抚民心啊 住嘴 你们是在交车做事吗 如果大周一直软弱下去 就一定会有大国骑在头上 陛下 还请三思 散发我 这最后所以 你若再整理人为敌 而灭我大周士气 这第一个在哪里 让我再多舒服几天 走 琴 绝对不能让琴阳出事 快 背马 这样要出宫 能想到我琴阳 仅有能想 琴阳之福的一天 老爷 来啊 来啊 上 大板上迫害老子好事 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善出我大周皇城 打来小心 小心 大爷们儿臭不要脸 吃飞一个女孩这么说 还搞偷鞋 要不要脸 这小子艳符不错呀 身边居然有三个 这么漂亮的琴阳 可惜了 今晚要便宜修这琴了 你们琴什么档子啊 别敢捧我的女 春莲 把我的秘密武器拿出来 我要带脱他们所有人 我以为是个什么东西呢 没想到掏出一个 黑不出流子烧火锅 大哥 别跟那小子废话了 我已经破目期待 想跟这几个小娘们儿 快哭快哭了 老爷 你什么时候 有这么厉害的身手了 竟然能召唤出雷电 区区雷电算什么 什么意思啊 区区雷电算什么 小意思而已 雪儿 你记住 将来 周国会有神人降临 代替地星 你一定要好好辅助 师父 神人降临有什么特征啊 他能驾驭雷霆 掌控阴阳生死 能制造出 毁灭这个世界的武器 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 也能给这个世界 带来毁灭 带来毁灭 驾驭雷霆 掌控生死 他真的是什么 把这几个垃圾给我清理掉 现在回屋 我继续给你们补课 红英啊 你也该加入了啊 你瞧瞧 你都落下了多少功课了 走 进屋 屋红英啊 屋红英啊 你看什么呢 老爷 我没看什么 只是觉得 老爷越来越神秘了 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般 越来越厉害了 老爷 我还有更厉害的 现在就让你尝尝 秦阳 秦阳 夫人 夫人 你怎么来了 雪儿 八国死士潜入帝都 事情弄这么大 你还有心思跟秦阳 皇上 衣服没化 快 快 娘子你可算来了 快把雪儿给我带走 鬼人惩不起我啊 女人的药 多命得到 亏我这么担心你 马不停轻地来看你 你 你可没良心 你还是赶紧想想办法 怎么清理掉八国死士吧 你管他们干嘛 他们爱干嘛干嘛 正好是把帝都 给我献个底朝天 正所谓 风浪越大 屋越贵 如果不处理掉这些死士 就相当于八国 掌控了大洲的帝都 就算篡位成功以后 那我们大洲 也受制于八国了 有点道理啊 嗯 相公 只要你答应 在三天之内 清理掉这些死士 我就答应和你同房 一天 我只需要一天时间 就可以清理掉那些死士 顺手 还可以灭了旁边的烟花果 不过吗 相公 你想干什么 娘子 他们三姐妹 已经是被我征服了 我想现在就和你一起修炼 相公 这么突然 未免犹如斯文 不如则日 我本来就不是个斯文人啊 则日不如壮士 日日何其多 日日更坚强 这不叫龙黄袍吗 娘子莫非你 完了 要被识破了 那娘子你可终于决定要造反了 这样一来 我很快就能三宫六院了 对啊 相公要造反 我必须配合 我就为了配合你 提前置了一件九龙黄袍 怎么样 我想感受一下军灵天下的感觉 娘子你能有这觉悟 且不枉我多日以来煞费有心 轻轻劳作 不过这九龙黄袍 丑了点 没关系 改名 我帮你做一件雷丝的 雷丝 是什么丝 只听说过蚕丝和猪丝 雷丝又是何物啊 我怎么不做一批女性用品呢 销量肯定好 不做的话岂不是浪费 雪儿 很棒啊 等以后啊 你们一天给我换一件 雷丝的黑丝的 鱼网丝的丝丝入海流啊 想想我的手术 我可太静了 老爷 什么用不用的 怎么着 你难道觉得老爷我不够硬吗 你们两个觉得呢 对了 南马 咱们那个造反 现在造到哪双地步了 造反的事情你先放一放 眼前最要紧的是 赶紧除掉八国的死事 相公 你刚才说 能在一天之内除掉死事 并且灭掉樱花 是真的吗 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 这篇小事 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信手担来 你呀 只管回去 把钱给我准备好了 你顺便洗干净了 保住我的好消息 一天没个证据 我走了 好 雪儿 走吧 夫人 我想保护老爷 你在说什么 你 我走 夫人 夫人 生气了 老爷 你做什么 好了 你们三个今天表现得不错 早点回去休息吧 多谢老爷 多谢老爷 谁 你怎么来了 怎么 秦阳俊如此勃起 那么不想见到我 堂堂樱花国公主 三晶半夜来找我 你就不怕被人发现 不怕什么 该害怕的人 应该是理解的吧 你究竟有什么事啊 这都送来 在花满楼 还有死我早点的时候 还会不是挺厉害的吗 也对啊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 说咱俩这可都是第三回了 你都不怕 我怕什么呀 你干什么 放开我 说吧 大晚上来找我 有什么事啊 哦 你该不会是寂寞了吧 小刀 小 我好疼 变态 是你自己来找我的啊 我可没强迫你啊 找死 卧槽你玩真的 怎么了 不忍心了 像你这样的人家 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呢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银花锅 用你的能力 把我银花锅造武器 到时候 你与我共享天下 多少美女都说不清等你 长这么大啊 还真没去过银花锅 也只是在小视频里面看过 就体验一下啊 且不是不行 你这是答应呢 不过吗 不过什么 大舟我还没玩明白 总得多了点时间啊 别着急 银花锅我是一定会去 但一定是去 上了你的禁锅神策 什么神策 哦 也对啊 这个时候应该还没盖起来 这大舟算什么 天若无能命负 那有我国的雄心装置 我能给你的 比你在这多得多 好 您先回去 我明天 会送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好 我等着你 飞机造出来了 明天给你们一个 大大的惊喜 你 昭和公主 你什么意思 我大舟明明没有对你办过动手 为何你们的死事 就在我们帝都闹市 还烧了我们不少管兴的房子 这么多死事 偶尔管不住 也很正常吧 是管不住 还是不想管 我们国与国之间的事情 就算有助 那也应该让将士们 在战场上见战场 而你们却对百姓下 这算什么本事 要让这些死事安顿下来 也不是不行 你也看到了 这么多死事 来了帝都也是要失败生存的 不然也不可能去大家解舍呀 不如这样 敌波款给我一百万两货金 我宣服这些死事 也不是不行 你要这给你们一百万两货金 昭和公主 你也太不要了 你信不信 这直接把你们帮 你去灭 你要是有那本事 你去灭呀 拿百姓要挟这 不止 陛下 这八国死事 在我帝都围背坐在 百姓早已苦不堪言 而且这些死事 大都是亡命之徒 神出鬼谋 我们现有的文法 收效甚 不如 先与八国和谈 做出让步 这样才能稳住我大洲的江山 要不然百姓倒是接根而起 我大洲的江山恐怕不保啊 你 要 看来你们周国还是有聪明人的 周王 你可要考虑清楚 你到底是要鼓起 还是要百姓的安居乐业 想必 作为爱国爱民的大洲皇帝 你应该知道这么选吧 我可想办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事情 黄州长 出大事了 我们樱花国 遭到了 孤明飞行坡的奇迹 所有的城市 化为了飞絮交通 樱花国 完了 这是什么情况 你说什么 樱花国 我过了 是啊 三公主 你快回去看看吧 听说死亡惨重 没几个人了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周王 你是怎么做的 在不到白天的事情 当天 我樱花国 万里将土的 区区一个王国的公主 你有什么资格 与本地对话 好 好 你灭我樱花国 也别想好过 还有八国四世 在你大洲地独 大洲地独 比较 雪流成果 三公主 其他七国 听到我们樱花国 王国的消息 他们把四世 全撤出了大洲地独 你说什么 撤出了 为什么 我大洲能在半天 不到的时间内 盗平你们樱花国的 万里将死 以此等的实力 谁还敢招惹我大洲 即使他们不撤 也没关系 大不了我大洲 盗平 不 这算没有 其余七国四世 还有我们樱花国的四世 必须让你大洲地独 血债 血强 我们的四世 都被杀光了 是七国 他们怕大洲猜忌 他们撤出之前 把我们的四世 都杀了 一花国 居然弯了 我明天 会送你一个大大的珍惜 是他 周五 是你 是你让你了我大鱼花 接了我的神奇 毁了我的大爷 是你 三番五次挑衅我大洲威 还敢对我大洲百姓 富如下手 此等草剑人命 恨得都无耻 亏你又如何 朕还要斩了你 来人 将他拿下 却死吧 却死吧 毕师烧脆了 去躲 一战即死 你死定了 陛下 陛下怎么样 来人 来人 陛下 传太医 你快看看 太医 陛下怎么样了 这毒名为七绝毒 毒性异常猛烈 扩散速度极快 我还来不及 人就给他的成分 现在已经渗入全身了 只怕 陛下 可千万不要有事 现在怎么办 他是一个能驾以雷霆 掌控阴阳生死的人 能制造出毁灭这个世界的武器 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 也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毁灭 老爷 陛下 我这就去找老爷来 他一定能救你 我马上回来 别去 他会生气的 是这 骗了他 别去 陛下 你的身体最重要 银花国居然如此无堪一击 这么轻易就被灭了 不过 昭和公主倒是个狠角色 银 你再给我说说 当时情况怎么样 周王到底死没死 李徒长 记住那毒非常厉害 他一束手无策 周王只神意可去拿 好 周王意思 这王位就是我的了 只剩一口气 我得帮忙 再添一把火 你 去 把齐国使人都给我找过来 主上 上次他们都被半天王国吓破了胆 会不会不来啊 铭枪一堵 暗箭难防 武器造的再厉害 还不是被自杀了 告诉他们 本官有一暗计 不费一兵一族 甚至 都察觉不到背后有人 主上英明 主上英明 周国怎么突然这么厉害 这种大杀气 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这简直就不是人能做到的 看来我们要听周国的话了 才这么点事就扛不住了 各位 在下今天来 就是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大洲的皇帝 欲刺中毒 十日如多了 想必各位都知道 以我在大洲的地位 诸位支持我是最安全 只要我上位 我必将秘密武器的制作方法 分享给大臣 届时我们共享天下 如何 现下周天子为此 夫妻圣赞 民心稳固 你要我们怎么相信你 狗皇帝十日无多 我可以再加一把火 只要各位支持我 我们可以生生的逼死周 而且还不会有人知道 是谁干 还有这么厉害的大杀 我们这有句古话 叫做 众口朔金 击虎消苦 什么 你说娘子她中毒了 在哪 快带我去 老爷 你 你要进宫 什么意思 夫人她 其实夫人是周国的天子 说什么 老爷 周国风雨 一直被各国虎视眈眈 夫人因为生命 不得不稳定民心 所以才女半男装的 好啊 可是你们都知道 就瞒着我一个人是吧 没有 那你们每天听我说要造反造反的 心里边是不是都偷着漏我呢 没有 老爷 太医说毒性蔓延太快 夫人危在旦夕 人命关天啊 头发 别愣着 去拿我的宝箱 马上进宫 陛下 我把老爷带回来了 你有救了 相公 周国天子 怪我得一直让我造武器 你又缺什么了 你一直就把我当工具人 是不是 在哪些人 可有一丝一毫把我当作相符 我连你的手都没碰过 你对我可有半分真心 你是不是打算让我造完了武器就杀了我 以绝后患 我 我不是 我没有 好了好了 玉玺吐出来就好了 你要怎么放心 我一定能救你了 相公 你刚刚说的话 我刚那是胡说的 这诬险伤身呢 最快速的办法 就是心神激动 自己吐出来 你放心吧 我还没和你 四双单 晚春翁呢 哪里是他生气 不管你啊 讨厌 来 先躺下 幸好老子一穿过来 最赢跑了又脱皮 果然果在最怕的 娘子 用我的独门武器 给你扎一针就可以痊愈了 我进来了 我很长 你转转 感觉怎么样 相公 我真的没有把你当工具人 只是守卫家国 守护百姓 这是我的职色 我需要你 傻瓜 不用解释 女帝老婆多相傲 你就负责横扫天下 我就负责家里三千嘛 你知道吗 我第一眼见到你 你可真是软玉圆润 而是我这辈子 最幸福的一天 不像是八国吗 感动我娘子 我们也定了 陛下是在担心老爷身上的预言吗 地心下凡 必定一统天下 除掉诸国天子 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难道连朕也无法幸免吗 我们 还有未来吗 本想着让他不要接触外界 这样我们两个永远都不会有矛盾 可现如今 陛下 原防吧 放肆 放肆 雪儿 你明知道朕和他 很可能就是死局 你还非要让朕和他 投防 陛下 原防了才能怀上孩子 如果您怀了老爷的孩子 便让你们的孩子继承皇位 如此一来 地心和皇位相克的问题就化解了 这个孩子既是王又是地心 血脉完美融合了 你去安排吧 嗯 娘子 雪儿说今天晚上是来原防的 我看你这样不像是来原防的 好像是偷情的 放肆 你说这什么 这里是我的小院 不是你的皇宫 怪不得来这里 怎么了 紧张啊 你 我说些什么 你别 你不准动 你先到床上去 朕来动 好 我不动 你动 哎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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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公 你说要灭八国 可还算数 剩下的七国还在蠢蠢欲动 心里总是有些不安 娘子 攘外必先恩内啊 你看之前昭和公主那些事 我觉得啊 我们大周之内一定有内剑 不除掉的话 后患无所 咱们得先把内剑拯除了 斩草除根 可是 宫内宫外这么多人 要怎么找啊 陛下 大事不好了 宫外聚集了大批民众 他们说 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多亡 不配为王 要您退位 怎么回事 他们都在传 招王好战 试杀成性 动不动就灭国 惹他上苍大怒 降下灾祸 大周已经数月干旱 再不降雨 可能就都活不下去了 何人造谣 福尔莫急 我有办法了 陛下 西边多城干旱数月 周府隐瞒不报 现已有大量灾民 涌入都城 要是再不降 恐怕就要暴动 怎么办啊 陛下 陛下 您看过宫门这些人了吧 他们都说 因为陛下好战 弑杀成性 动辄灭国 所以才惹怒了上天 让上天 向下此灾祸 承报我周国的 臣请陛下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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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你们说什么 陛下 您要是再不退位 恐怕上天不降下更大的惩罚 搏击更多人的 上天 看样子 周王蹦躲不了今天 一切要提起 你们 滚 快走 快走 雪儿 朕刚才演得怎么样 陛下演得太像了 雪儿都以为陛下 真的快不行了呢 朕要是不演得像点 怎么能救出内奸 朕怎么就养了 这么一帮废 遇到问题 不仅不解决 就只会迷信 居然没有一个人 能比得上相公 他们不是想让你死吗 那咱们不如就将计就计 让他们看到 大舟天子病重 这一放松警惕啊 狐狸尾巴 自然就露出来了 让他们自己跳出来 相公真聪明 内奸倒已是还不紧 现在最主要的是 干旱的问题 之前隐瞒不报 已经来不及 慢慢震灾了 若再不降雨 只怕真会民不聊生 到时若七国 再趁机来犯 内外交困 只怕也很麻烦 雪儿 你说给相公封个官怎么样 我的宝贝殿上 今天怎么不开心啊 还不是大舟境内 属于干旱的事 虽说可以借机找出内奸 但不下雨 老百姓可怎么办啊 都怪你群大者 整天就知道避陛下 也不知道 摸陛下想想办法 相公 这雨我求不来啊 别急啊 娘子 不不不不 有我的吗 这这这这 这样雨吗 我来 雪儿 传政治 张芒与民间 广招能人 谁若能求得这样 正封他为一匹窥戏官 享金百万 遵命 好啊 你操了我 这活儿老子不接了 相公 求雨 你也求不来吗 我当然求得来了 不就是降雨吗 多大点事啊 我不光能降雨 我还能让你 酒汗风干 凌身就是泛滥成灾 但是你们看这天 万里无云的 哪有一天要下雨的样子 龙王来了 都要摇头吧 对了 这不下雨啊 就是他龙王的锅 没关系 直接两枚炮弹打上去 给龙王打一顿 他自个儿就下了 是吗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龙王吗 你那个导弹 真的能打到他吗 在我的炮弹面前啊 就没有编程墨迹 这么一说 对不对 晚上我亲自教教你 你要是真的 能成功降雨 你可就是真的 一品亏新官了 娘子这是何意啊 我都用你了 还要这一品官干嘛 大洲干旱数月 低雨未落 朝天广招能人一世 若能求他降雨 便加封 一品亏新官 赏金百万 这是天子黄宝 还能有假 我要是能求来雨啊 那可就衣食无忧了 可惜 咱没那个能力 不就是项羽吗 多大点事 都让开 接宝人来了 你是何人 有何本事敢接黄宝 我乃使皇帝六十六代孙秦阳 可知过去 能通未来 降雨之事 我与龙王沟通一二即可 龙王悲天闽人 必不忍看百姓受苦 口气倒是不像 且随我进宫灭胜吧 哎呀 情世后人只拜天地 不拜人 我既接了这黄宝 必为周国效应 三日之后 我将社坛求语 届时 还请真龙天子 辅助于我自己 真龙天子 大师 本官有疑问 想要请教大师 何时需要三针半 三叶下来 请开门见山吧 来了来了 我立委把要弄出来了 这雨 怕是求不下来了 敢问大师 为何说求雨 需要真龙天子辅助啊 自是需要真龙之气 与龙王沟通啊 那若是周天子 不配为王呢 什么意思啊 周天子抱领无道 事杀成庆 遗武乱国 惹怒了上天 才降下此灾祸 而且 前几天 周天子遇刺中毒 身体越来越衰弱 气力衰竭 这倒是周天子 气数将近的征兆 我娘子的腿 不知道多好 难道大师 要逆天而行 这个剑人 心中全无外形 只与水火而不顾 你的意思 这鱼我是求不下来了 这鱼 不是你求不下 是那周天子求不下来 陛下驾到 我娘子这气势 绝了 诸位 这仇语第一步 聚龙气 陛下 请随我来 陛下 无妨 退下 求雨大事 不可胡闹 那陛下 你是 一点都不诚心了 那 敢问大师 要怎么样 才算是诚心呢 这求雨可是很累的 陛下得 给我 度个龙气 明白了 依陛下 退下 啊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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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翁 周国众民良善和睦 受干旱之苦久矣 请龙翁 四下雨来 雨来 雨来 真的 行龙 我来教会的神龙 神龙啊 龙翁都来了 怎么还不下雨 大师 不也是假的吧 就是啊 不会是假的吧 就是 这龙王来了 怎么不下雨啊 看 隐岩 太专门 小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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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 小礼 天佑大主 真的起来龙窝下雨了 咱们陛下是正龙天子 陛下万岁 陛下万岁 上官大人 陛下身体支撑不住了 可否烦你 历时寻与软掉了 没想到就这几步路 陛下都已无力支撑了 我这就去办 你派人跟着软轿 随时汇报陛下的情况 我看他撑不了多久 陛下身体怎么样了 快说 兵主上 我等一路跟着软轿 直入陛下请宫 雪儿姑娘把轿子留下了 命我等离开 我等离开前 陛下还没有下轿 看来仇宇真是耗光了 他的惊奇 本来我还想杀了 没想到反倒是他立了大功 难道 真的是上天在帮我 你去召集我们所有人备战 另外统治七国军队 准备围城 皇帝一死 咱们立刻杀入宫去 主圣 七国出兵围城 周外他们威胁我们 蠢货 你忘了周王之前的秘密武器了 这秘密一定就在皇宫里 只要周王一死 咱们杀进皇宫去 夺了他的秘密武器 到时候对准七国 不怕他们不沉索 属下这就去办 不 宫中 宫中 宫中怎么了 快说 宫中传来消息 说陛下身体不适 明月暂时休朝 上不了朝了 这是没有意识了 陛下 如今雨传出病重 时日不多的消息了 有些人 看谁拉帮结派了 你就帮朕好好聚着吧 你说这头一号 估计就是某大人 你说这要不要 再帮他推一把 明天不上朝 就是舒服 陛下 我去拿艾草 好 娘子发工 是为了陪我吗 相公 相公 有人要谋杀我 而且他们拉帮结派 想杀我 想杀你 装 你叫装吧 说吧 又懂什么心思了 相公 你之前不是说 我会防卫吗 这一次 我完完全全就替你的 你帮我把皇宫 还有都城 给他防卫得好好的 让任何人 都不能伤害我 怎么样 我怎么就这么愿意 被你这小东西办事呢 那你就把那个城坊 给我拿过来 我让战斗机 全部上弹 所有导弹 全部进入发射轨道 只要他们有赶来了 我就让他们 有来 无回 下宝贝武 那朕 岂不是马上就要驾崩了 啊 主上 也有几位大人 往这边来了 见不见 让他滚 现在正值关键时刻 要时刻盯紧 宫内的路 其余任何事 一律不重要 是 报 公众突然进了 菜医院的家具门入宫 这是 这是 要逼死菜医呀 再探再报 是 报 公众四门突然紧闭 任何人不得出入 公进了 公进了 再给我探 是 报 报 进宫了 进宫了 说清楚 谁进宫了 是老王爷 他进宫了 实在走不动 硬生生被人抬进去的 逼老王一定进成人了 是时候 是时候了 宫王一定出事 就是现在 去 统治七国围城 让我们的人 把皇城的四门都围了 我们杀进宫去 臣代七国使者 求见陛下 你去 放肆 没有陛下的传证 上官或你胆敢硬床 这是一网起电 能够不要命了吗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剑并然当本大人的路 耽误了军国大使 你担待得起吗 滚开 那我这一品官 总可以与上官大人说到说到吧 秦阳 你怎么在这儿 让开 别耽误面殿去一下 上官扩 你深夜在他国使者 吴赵敬 还胆敢直闯寝定 我看你是要造反吗 造反 又怎样 老子有黄蛋意义 怕你什么刀剑 再来 没事 这他们不懂了吧 叫你通敌 叫你卖国 叫你欺负人 看什么 杀 杀 杀 自己人都趴下 你居然都趴下 你居然没事 陛下 七 七 七锅没了 七 七锅没了 没了 七锅没了 说清楚 七锅间雷发生大爆炸 当于二十公里内 所有建筑 全变成了废墟 七锅 就这样没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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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陛下 围成敌人 已经脚干净 这么快 对啊 都快了老爷的战斗机 他们人都到齐了 就这人的战斗 就全去覆没了 他们灭了 不是 全灭了 对啊 一路为红颜 没控制好指头 过分了啊 不分了 七锅 不易人生还 这武器威力这么大 看来各国啊 要补偿我大洲 八百万两黄金 八百万两 八百万两 陛下 之前不是说五百万两吗 八这个数字 朕喜欢 相公 我不活了 我活不了了 娘子 这也怎么了 还不是那群大臣 说中国大搞武器 花号巨资 如今国库空虚 因为陛下该怎么办呢 没钱了 谁为多大点事 相公奈你发家之父 娘子 可有庄子酒楼之类的 我来帮你打造一个去宝 花满楼怎么样 上次查烧上官货家 发现花满楼居然是上官家 这样做主了 花满楼就赐给你了 赐给我 恩子居然把全国美女 睡作的地方赐给我了 谢主隆恩 臣 为了您的赚钱大业 我去巡视花满楼了 今晚不回来睡了啊 雪儿 你说让男人赚钱 女人会后悔吧 老板啊 老板好 你们好 你们好 老板 快快快 这边请呢 咱们这儿啊 是全中国最销魂的地儿 姑娘们 下了几个 让新老板看看 别愣着啊 接着奏乐 接着我 这新老板看着挺热啊 粉了好呼喻 哈哈 踏到一边 哦 跳的不错啊 哈哈哈 老板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 没有 老板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就拿这些破玩意儿来招呼你们新老板 我过人等都退下 你 带账房和账本来回话 哎 哎 好 好 我要 别人家一瓶 你卖多少钱 你家一瓶 不卖多少钱 啊 一个姑娘 一个月 做五十身衣服 这姑娘做模特 就能换衣服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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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来人 送上去 送到衙门里 这吃里怕外的东西还都忽悠 老子可是物理经济双学位 清廉心心 你就替老爷我盯着账房 入账出账都要清清楚楚 每日都要对账 遵命老爷 嗯 好名泼了 你去管理好姑娘 让他们务必给我照顾好个人 咱们日进打进 遵命老爷 老爷 您这是做什么 老爷我要做IP IP是什么 陛下 陛下 什么 花满楼妨碍地都道路往来 害得百姓越言漫天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随证去看看 别骑我呀 我也要 我也要 来 这花满楼不是应该夜晚才营业吗 这大白天的怎么这么多人呢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去去看看 走 别骑我呀 别骑 别骑 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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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都骑什么呢 夫人 夫人 你快看 你快看这个面膜 敷完脸大比薄壳的鸡蛋还淡 哎呀 夫人 还有这个香皂 好香的 还有这个假发 假发 哎呀 还有美甲 哎呀 停停停 到底有没有人告诉我 这 这面前这女帝砖 是个什么东西 老爷说 你叫IP IP 就是能把一俩银子 变成十俩金子的牌子 而且 虽然你要是玩也来的话 还可以看到 我们女帝砖的歌舞剧 最外面的座位 都能卖五俩金子哦 陛下 阿静 这样岂不是大家都知道你是女人了 你们老爷呢 哪儿呢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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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也不容易啊 小我的 哎 你知道我们发满楼 一天赚多少钱吗 多少 六十万俩 而且 我们老爷说 还要看一百家分店哦 这么厉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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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